蒙特利尔跳水世界杯结束了 在跳水世界杯的第一战中 中国跳水队交出了酒精的好成绩 中国跳水队也是延续着跳 水梦之队的强势 锁定了9个项目的冠军 拿到了9个项目的冠军 粉丝这边最关心的问题 无疑是这些为国争光的运动员 可以拿到多少奖金呢 据悉 按照蒙特利尔总办方的议则设计 此次的跳水世界杯冠军奖金是6000美元 亚军是5000美元 气军是4000美元 团体比赛则按照人数评分奖金 按照这个标准 中国跳水队的奖金排行如何呢 我们先来说说 粉丝关注度最高的全红禅 在结束不久的女子10米跳台的决赛中 全红禅前三跳落后了 陈玉希10分 在陈玉希第四跳207C出现失误 拿到77.55分的时候 全红禅并没有能够抓住机会 她207C同样出现了问题 这也让全红禅在第二跳 哪怕交出了92.8分 依旧是不敌陈玉希丢掉了冠军 丢掉了女子10米跳台冠军后 全红禅这一届跳水世界杯最终的成绩 就是一个双人10米跳台冠军 这让全红禅拿到了3000美元的奖金 一个女子10米跳台冠军 让全红禅拿到了5000美元奖金 全红禅最终到手的奖金是8000美元 全红禅的这个奖金数字 并没有进入奖金排行榜前五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次的三金王太多了 比如说拿到了混合团体赛 女子10米跳台 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冠军的陈玉希 她分别拿到了1200加6000加3000的奖金 这也让她的总奖金数量来到了10200美元 除了陈玉希之外 陈玉希拿到了混合团体赛 女子3米版 女子双人3米版的冠军 这也让她的奖金也是拉掉了7.3万 王宗元这边也是拿到了混合团体赛 男子3米 男子双人3米 杨浩这边也是拿到了混合团体赛 男子10米 男子双人10米的冠军 所以同样是入账7.3万 四位三金王的出现 也是让全红禅这一次的排名是远远的落后 不过我们也相信在精力调整后 全红禅也会力争在西安战比赛交出出色的成绩 中国跳水队也一定会延续强势的表现的